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庆富劳资争议已召开三次调解,高市府劳工局要求庆富积极处理,维护本国与外籍劳工权益,面对庆富又急欠劳工11月新司,市府仅在开出100万元罚单。 至于是否提出申请庆富造船的歇业认定,劳工目前观望中,劳工局表示,如需申请歇业认定,将协助已转至主管的经家区管理处高雄分处办理。 劳工局表示,12月20日召开的第三次调解会议,有115人申请调解,争取时11月的欠薪,其中61人主张终止劳动契约,因资方位出席,调解不成立。 劳工局已发含要求庆富说明,如无正当理由,将以劳资争议处理法采取。 针对庆富基建劳工薪资问题,市府分别对该公司开罚30万元、60万元,因庆富在基建劳工11月薪资,劳工局竟在开出100万元的罚款。